面对民主党质疑五级八都单选区行动党候选人穆仁李 在个人工作与选民之间的抉择 穆仁李回应说 一直以来都把选民的利益摆在先 来看记者蔡秦凯的报道 向居民自称是阿牧的穆仁李快马加鞭 在竞选期的最后两天继续挨家挨户拜访选民 针对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徐顺权 频频在全职议员的课题上打转 穆仁李强调 他会时刻把居民的利益列为优先考量 穆仁李也说 如果当选 他将推出一系列计划 比如为年长者提供免费注射流感疫苗 为贫穷家庭提供免费食物 穆仁李还说 目前玉琅金文泰市政会管理大约8万5千个住宅和商业单位 因此如果他和其他行动党候选人当选的话 五级八都区这里的事务将继续由玉琅金文泰市政会管理 以更符合成本效益 新传媒新闻记者蔡庆凯报道 浩廷 御新闻 yer 队